日媒,中国2017年货物贸易总额超美国。重夺全球首位。 原创。参考消息。 据日本共同社4月13日报道,在中国等亚洲地区进口势头强劲的带动下,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达4.7%,创2011年后近6年来新高。2016年的增长率为1.8%。 12日举行记者会的WTO总干事阿兹维多分析称,美国投资和日本消费的增加对贸易扩大做出了贡献。他表示,欧盟、BU、和中国也继续引领增长。 报道称,阿兹维多预测2018年增长率为4.4%,并警告称中美贸易摩擦今后如果加剧,或将导致增速放缓。他预测2019年增长率为40%。 报道称,2017年货物贸易总额排名2至4位的分别是,美国3.956万亿美元,德国2.615万亿美元,日本1.37万亿美元。 报道称,中国出口总额增长7.9%,以2.263万亿美元位列第一,远远超过美国,进口总额以1.842万亿美元排名第二,仅次于美国。 日本出口总额增长8.3%至6980亿美元,进口总额增长10.6%至6720亿美元。 报道称,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方面,美国以1.278万亿美元高居榜首。 资料图,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兹维多。新华社记者徐金全社。 Kia S。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Lords Ad WeChat Line SMS。 G7开城互掐大会,马克龙放狠话,默克尔泼冷水,特朗普,我先走了。 俄罗斯向中国空运线超加速去美元,这些农民或正闷声发大财。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。 马来西亚也要退群。 印度央行行长,美国适当的该停停了,多个国家快要应付不来了。 华尔街怒赞。 蚂蚁金服估值远超高盛、外媒,十年前,难以想象。 即是中国对媒趣。 中国人依旧承包了整个俄罗斯世界杯。 西门子CEO,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%人口的生活。 西门子CEO,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%人口的国家。